欢迎您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马总统今天说呢 对于宋楚瑜的参选 他当然会担心 而宋楚瑜呢 看起来他这个参选 到底这条路呢 是走定了 应该不会再有变数了吧 他在这个到松山 慈右沟去上乡的时候呢 他特别提到 他在下个礼拜 就会把第一波的这个联署书呢 送出去 但是现在呢 到底具体的联署的数字有多少呢 他还是要卖个关子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宋楚瑜怎么说的 按照资料一百万 我才会让他讲 因为那是给我的信息 他没有离开 而且他非常认真 他会公开 到时我倒觉得 媒体喜欢用一句话 说他已经被蒸发了 他没有蒸发 到时我觉得我们现在的 政府首长很多都蒸发掉了 这宋楚瑜厉害的地方 就在一直会不断的转移焦点 有没有 我们的政府首长没有蒸发 宋楚瑜刚刚他在讲 就是说现在有这个企业开始放无薪假啦 那可是我们的经济部长啦 什么什么有没有蒸发 没有啊 他们都有回答这些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这个宋楚瑜的联署 以及这选票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旺旺忠实的民调 持续的追踪看下来 就是说在宋楚瑜参选的情况之下呢 宋楚瑜的民调支持度啊 大概就是维持在最高的时候呢 根据旺州市民调1313.2 最低的时候呢 在这个9.3 然后现在呢 就在这个10啊 9.5这样子这个方便徘徊啊 然后呢 宋楚瑜投入选举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跟这个马英九 马英九之间的这个差距 马英九领先这个蔡英文呢 只有这个4.6个百分点啊 那因为现在如果宋楚瑜参选到底的话 事实上单看马菜 两个的这个支持度呢 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跟意义啦 也就是说 在只有马菜参选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呢 它其实差距几乎也是差不多的啊 只有马跟蔡 他们的差距呢 也是4.6 然后呢 如果是加进这个宋楚瑜的话呢 他们的差距呢 也是4.6 只是蔡英文跟这个马英九的支持度呢 都双双的下滑了一些啊 但是我们看到宋楚瑜这一次的 联署的结构里面呢 真的的确 版明论里面就有非常多的 绿营的联署在里面 所以陈小达你怎么解读 特别是像这个蔡英文 他昨天在被证实说 真的有他们的市议员 去联署的情况下 他竟然说是选民服务 我对这个绿营的人帮他联署这个 我跟很多人 尤其是蓝营这边的看法不太一样 因为你在美国初选同一天嘛 你不用拿党证明当时登记 如果我们的人是寻求连任 而没有重要的这个候选人 就是寻求连任的话 我们的人越过这个党的界线 去登记他们 那帮他们挑一个B卡 B卡 这个罚所容许 那今天如果宋楚瑜跟当年一样 这就是游戏耶 就我们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挑一个Wicked Link 就是在这里面最弱的 我们希望把最弱的拱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宋楚瑜 一下子就一百多万的话 不会有利盈帮他连速 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因为他很危险嘛 所以刚刚大家好像有点取笑我 说我是唯一讲说他有可能 只有成为有取笑 没有啊 我也觉得他危险啊 我觉得他现在如果只是 唯一取笑他的 我觉得如果是要过未过 真的是 就是危险了 是有可能不过嘛 对不对 就是有可能不过 跟他刚刚一开始讲一百万 差太多了嘛 而且我必须讲 如果是25万八千是过的话 你起码要送32万 如果假定被删掉的 百分比是20% 你除0.8的话是32万 你一定要送32万去才安全 我也希望你过啊 但是我觉得这一劲 就是因为他很危险 所以绿营就有人帮他签 那这个民进党也算大党 大党有大党的风范 有大党的面子要顾嘛 所以他就讲不可以 但是他很多人 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民调 忠实汪汪的民调 跟一般绿营的看法 是有矛盾的地方 什么意思 蓝营也是啦 蓝营都说宋楚瑜出来选 这对马上就不利 对蔡英绝对有利 这个几乎是大家重口 一直都这样讲 但是如果你相信 忠实汪汪民调 我们要不要相信 不相信 我们在人家的台 相信 我们就是假定相信 但是我跟你讲 从他开始做这个民调 到现在 其实他第一天做民调 我就自动请应去 韜哥的节目讲说 这个民调出来以后 我们的讲法 如果相信民调的话 我们的讲法要改变 为什么一直是 差不多2到3个百分点 从两营一样 拿过来 现在大概是两个百分点 从绿的从蓝的都 各拿2 然后从不投票的人 拿6 那最近他为什么要下来了呢 因为这个各拿2的 还是不变 所以为什么你两年一组去比较 三年一组去比较 这个差距都是4.6 因为没差 但是这个原来6要给他的 现在已经掉到4了 这些人为什么 是因为看你 还有你的子弟兵的表现 红希邦嘛 大家就真的说 没有事实 我们回来了 我们不爱打了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先讲一下这个民调 就是说现在这个马英九 大概是持平了 我觉得那个蔡英文 还在反步向上 区间 但是这个格局 直到今天为止 从下个礼拜一 他就只剩了 那马英九大概也就是 维持这个样子 但是宋楚瑜 还是继续在下降 我认为 我认为下个礼拜 就破酒了 因为单独一天的数字 只有200个 当然不能够夸大解释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昨天 单独一天200个 宋楚瑜是破棄 所以他是继续在下降 所以你说 越界绣洋签 与法并无不合 你党中央为了面子说不要 但是底下很多人说 致敌对我们要搞 这个其实你也进不了 但是他嘴巴讲大家不要 但是大家还在做 让我们那个李燕丘的 那个新闻夜总会 去打电话去调查 这个合法不合法 这个待会我们都会一一的 这个当然合法可以 这个我们都会一个个来讨论 我现在这关键 主要就是说 民政党的这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依照这个沈大佬所说的 其实政党政治嘛 你大家要去这个联署谁 联署谁都可以 但是因为蔡英文 因为民进党 他们在中常会里面305 叫大家不要去联署啊 惠文 我先补充一下民调好了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是10月26 王冯充时民调差距都是4.6 这个是昨天自由时报的民调 因为数字都一两%我就不写了 如果是双英对决的话 是蔡英文显胜 三个人参选的话是马英九显胜 对 差一 那昨天TVBS公布的最新民调 双英对决马英九领先5% 三个人参选马英九领先9% 如果看这个民调的话 那马英九干嘛伤感 应该很高兴才对 应该马英九去帮宋淑淑淑淑 你算我赢 你算我赢比较多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拘逆在这个民调数字上面 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 我不相信这些民调 我在踢台我也不相信踢台 我在中天我也不相信中天 我认为参考就好 那我相信谁呢 我相信前民进党立委 解系的大将 现在是绿色和平的 绿色和平是个电台 董事长叫徐国勇 徐国勇昨天在友台讲什么 徐国勇公开讲了 他说宋楚瑜参选 马英九被吃掉的票比较多 徐国勇平常骂马英九是怎么骂的 骂国民党是怎么骂的 可是徐国勇至少 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讲是有良心的话 你说马英QQ 用QQ的票比较多 徐国勇就这样讲了 观众朋友你还怀疑吗 徐国勇是蓝还是绿的 徐国勇是蓝 还要讲吗 徐国勇说马的票影响比较多了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民调做参考 民调做参考 连徐国勇都这样讲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 像包括徐国勇在内的这些绿营的人 他们认为宋楚瑜的参选 就是会吃掉这个马英九的票 比较多 对 所以宋楚瑜的参选保持一个 他们希望重演2000年 连宋跟扁的 那个三足鼎立的态势的情形之下 今天先把宋推进这个选局 然后就有下一步的机会呢 把马给拉下来 这才是 这才是所以说 为什么党中央三令五声说 不准不准去这个 不准去联署 情节严重的要党继处分 就现在又说是选民服务 他说实在在心里面 乐见其成 宋楚瑜真的要有影响 你刚刚讲一个字 三足鼎立 要鼎立 2000年的时候是鼎立 对 连战虽然很差 但是他也有差不多20 20以上 而且之前的民调都一直呈现 都是333这样子差不多 对 哪一个不到十的要怎么鼎立 不到十的要扣掉 对 不到十的就是把那个十扣掉了 就是不要坦白说宋楚瑜 现在人家把民调 如果三足不能够都是平壤的 那个会歪掉就对了 老大我插一句话 在你右手边那个人 当时讲什么 说宋楚瑜民调会上20% 我今天是专门来吐槽 待会请那个姓鸿兄回应 二十扣的 没有变太阅了 没到啊 时间还没到 好 还没到 不是 时间还没到 但是你这个拗了 以后要拗了 不要等到选前上天 你说时间也还没到 还有三天 选前不能够公布民调 我现在要修正一下 2000年的时候 陈水扁本来是最后一年 差不多十几 但是陈水扁一直 差不多时间 十几%而已 不是嘛 十几% 我相信 那是都十几%上去 陈水扁十几%是昙花一现 但是人家一直在往上走嘛 而不是在往下走 不是 陈水扁的讲说 不是 15%是最好的 为什么 表示我们这火种没有灭 火种啊 宋主义的火种是没有灭掉的 所以这个15% 你说他没有往上 但是换个角度看 他这个火种稳住在那边 是很有希望的 很好的 这讲这个什么 火种是要往上望 望起来才有顶 才会一直 第三条腿一直往上往上 才会顶利啊 你条腿没有了 怎么顶利 当然是对决嘛 我回忆一下逸宏 这个宋楚瑜的因素 不足以让马英九会发生落选 大家过度忧虑 这个我看法跟他一样 但是我的理论跟他不一样 他删除顶利 这你不知道他在烦恼什么 他在烦恼说 本来是只赢40万 那后来宋 拿掉50万 那就倒输10万 这个跟顶利不顶利无关 你第三条腿比较乱 也是对不对 宋拿的票不会全部拿你 马英九的票 对啦 关键在于 不能这样讲的 对 关键就是说 蓝营的这个部分呢 他们担心的是说 如果说马跟这个菜的差距 他没有办法拉开来的话 那宋楚瑜的投入 他只要有任何的一种变化的话 那就可能会造成马英九落选 但是其实现鸿兄 根本不是这样子看 你认为就是说 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宋楚瑜他就会冲破 这个20形成三种叮力 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各位的观察 基本上都是从蓝绿板块观察 主要啦 但是我的观察是说 除了蓝绿板块 这一次选举 还有拥护马英九 跟反对马英九 这跟蓝绿又有点差别 那这个的 这个的作用力 什么时候会很明显 就是说老实说 现在蛮久什么黄金十年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 柯比协议 这个十年 老实说那个不太有人关心 你看他稍微丢出比较有肉的 我认为虽然他到最后自己退回去 两岸协议这些 马上社会动荡 你从你这边的民调来看 是动的 它是掉下来的 所以我意思说 这一回如果拿出证件来 一个一个检验 我认为那是局面是不一样的 宋楚瑜唯一的胜算是在 他必须讲出证件 可是到今天为止 他真的还没讲出证件 所以我是说他没开心 我讲的是这个意思 有马返马还是要理性 不是用仇恨的方法 是说我就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 我反对马英九 如果这个感觉对了 然后他所说出来 马英九也改不了 他也就是只有这样 那怎么办呢 这样这样就会改变投票的方针 那这个就我一直反对说 过去都认为说 这个蔡英文一定有42% 我认为这次没有 没有了 没有说最坏最坏有42% 没有42% 我为什么觉得没有42% 我看到很多原来挺立的企业 全部挺送去了 然后有很多的民众 现在不是在签名而已 他是真的要选 有的确有 的确有人说 我们现在大家有有这一种有 不是没有 但是不是全部 很多的绿色的民众去签名 为什么搞到这个绿色的议员 到最后必须去服务 他的参民要签 不然你要怎么 你还不服务吗 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的理解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其实立营真的要担心 立营当然要当下 蔡英文你记不记得 我们谈过蔡英文 做得很愉快 蔡英文说什么 宋楚瑜出来的时候 她就起了 她说还马的票本来都有可能就是 因为只有两个马 所以说都是蔡英文的 现在跑出一个宋楚瑜 要分走还马的票 所以这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方便来说我们叫做蓝绿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完全 不从蓝绿来看 那就是的确蔡英文讲的 这个有道理 反马的票有一些票 有地方可以去 她不见得要投给你蔡英文 那关键 谢宏关键在于是 宋楚瑜如果吸纳的是反马的票 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反马的票足够以撑她当选吗 如果不足以撑她当选 她对选情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 变化性的冲击 我们先进广告 等一下回来讨论